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是过去一半年来 人类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 话语权建设能否跟上中国力量的崛起 面对所谓中国威胁论 文明冲突论 自由民主论 中国话语如何与之争锋 那到底是书本错了 还是实践错了 那肯定是书本错了 立足改革实践 回应时代呼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 为您讲述改革开放四十年 将发展优势转变成话语优势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欢迎收看福建能源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若霖 大家晚上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国际传播领域 我们却经常挨骂 有一句话说落后就要挨打 贫穷就要挨饿 诗语就要挨骂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挨骂的状态 如何夺回我们的话语权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来了一位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并教授杨光斌 来为我们做深度解答 好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杨光斌 杨教授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谢谢 欢迎 欢迎 这张话语权说白了 就是我们中国能否在世界上发声 能否把我们的观点 传播到全世界去 对 话语权对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意义 比如说对工业产品 ISO9000它就是一个标准 世界文化实在很多元 民族很多样性 但是现代性一来 全球化一来 越来越多的人们 在用同一种思维方式 在同一种思维方式看问题 其实就是话语权 就是话语权 而同一种思维方式怎么来的呢 就是西方国家把自己赢了 就在过去500年 它一路走来枪炮政策 就是所向披靡 它赢了 说是对了 它在道德上建构的是 比较高阶的位置 所以这个500年来 他们占据了这个高地 请您开始做演讲之前 我要请四位观察员 你们对中国40年改革开发的成就 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 这样一个话题 来打个分 看看你们打几分 80分是打给我们国家的经济见识成就的 而30分呢 打给我们话语权的 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人 这个分呢可能是打低了 但是呢它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情 一种迫切 希望提升我们话语权的这种心情 那我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 打了95分 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 打了60分 这也反映出来 在国际社会当中 我们中国的话语权 常常被西方定义和主导 也常常面临着有理说不出 说出传不开的境地 我曾经到过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 以及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 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好奇 但我们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呢 还存在着就是信息赤字 内容赤字 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打97分 为中国的话语权 打75分 在我们的海外的项目过程中 整个我们中国的项目的技术 是先进的 但是我们在项目的设计标准上 仍旧沿用着大部分 西方国家的标准 我给中国在40年 打分在90分钟上 话语权呢 应该说与我们的发展权相比较 我们要严重滞后 及格吧 严重滞后的话语权建设 日益成为发展短板 新时代面临着新挑战 那么面对身边越来越多的外国同龄人 我们青年人如何跟他们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 如何来讲好我们中国企业的故事 如何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优势 转变为话语优势 且听杨公斌怎么说 今天我们谈改革开放40年 这40年不是风轻云淡走过来 其中经历了很多的 惨烈的战役 我们刚改革开放10年左右 我们就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政治痴潮 非洲到欧洲到南美到东亚 一大批国家七八十个 都纷纷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 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 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倒塌了 苏联解体了 但是唯独中国 旗子不倒 坚持住了 这是第一场战役 政治战友成这位 那么仅仅在1989年之后 这个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了 要不要开放互联网 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报告当中这样说 在六七四年代 有一场技术革命 这个技术革命主要是生物技术 但那时候中国在搞文革 耽误了很多时间 这一次新技术网络革命 如果中国再赶不上 那么可能措辞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但是我们都知道 互联网意味着什么 互联网意味着在技术上 彻底地把中国 和世界联系起来 一旦连接起来 都退不回去 在技术上 对我们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 可能会带来政治安全上的考虑 那即便如此 当时党中央国务院 还依然决然地 发展互联网技术 那今天看来 我们不得不为 当时的领导人的前瞻性 和他们的毅力 他们的远见 感到敬佩 这是我们说中国打赢了第二场战役 叫技术战役 那么第三场战役是什么呢 就是1999年加入WTO谈判 正式到2001年加入 外经贸部的副部长龙永图 他讲了很多万人感叹的故事 就是说他每次到国外和国外对手谈判 谈判回来 我们国内的有关主管部门的行业报纸 就是说卖国贼回来了 其实所谓的卖国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牺牲了他所在的行业的利益 在这个情况之下 朱镕基总理 毅然决然地去决定 中国和美国接受贸易谈判 加入了WTO 那么加入WTO以后 将近20年以来 美国突然发现 让中国进入WTO 是他们最大的错误 因为中国一旦加入了WTO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 如鱼得水 我们以前想 中国加入WTO以后 很多产业就会全境覆没 但有些产业表现得不怎么样 但是我们的金融挺住了 尤其是我们的电信 当初认为加入WTO 电信也会被冲得稀里哗啦 当时最有名的电信公司是谁呢 四科 IBM 中国的这个服务都是用他们的 但是今天最大的 最牛的电信公司是谁啊 华为 是吧 让西方国家 尤其美国都怕的 国会都要禁止华为 进入美国市场 这是我们说 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们打印料 政治战役 科技战役和经济战役 这三场走到今天 为什么能赢得下这些战役 我的总结简单说就是八个字 坚持方向 所谓坚持方向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混合至上是什么呢 共互政治的包容性 无论是在经济上 在政治上 还是在文化上 我们对局有强大的包容性 其中 混合至上指的是混合型的治理体制 体现在政治体制的民主集中制 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文化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上 包改革自己懂自己的利益 弄不好了就内部分化 甚至分裂以及混乱 因此真正的成功的改革 至少在过去一百年不是很多 比较而言 中国四十年来改革成功的变化 四十年来还在一直坚持改革改革再改革 这是非常坦见的 尤其是对这么大一个文明共同体来说 无数其有 首先它有几个层次 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 坚持四十年而不动摇 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 无论是美国到非洲 无论是西方大国到非洲小国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政策能够坚持四十年一一贯子 那么你想多少事都会在改革当中得到解决 那么为什么能坚持一个政策而不动摇 就是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社会主义道路背后是什么 民主集中制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 没有集中的意志 统一的思想 国家向何处去 这是非常危险的 正像很多发展的国家正在发生的那样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实行党争民主 多党制 那么多党制 最后斗争的结果是否决性体制 大家 我否决你的 你否决我的 但是在民主集中制 共产党领导 它能把一个正确的方向 坚持到底 在经济体制上 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没有市场经济 很难说有更好的竞争 很难说有更多的财富 但是 如果仅仅有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就是社会不平等 能则越来越富有 而一般的人越来越穷 因此我们市场经济前面 加一个方向性的概念 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公正 社会主义在经济政策上 首先产业政策 国家要导航 其次在分配上 我们有第二次分配 比如说社会福利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最大限度地保证 它的公正性 在家族观上 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家族观 十二个词 二十四个字 这里边既有中国仁爱 这些古老的思想 又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 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比如说法治 一般说 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实用 自古以来 孔子讲 敬鬼神而远之 它是一个 今世之用的文化 实用主义 这是我们说 为什么中国能包容 古典的 国外的 怎么好 我们怎么来 所谓的问题导向 不意识形态至上 不观念至上 这是我们讲 就是说混合至上 由于我们就是说 坚持方向混合至上 那么在短短的四十年当中 即将走向世界发达序列 这是我们到2035年 在党的四十条报告当中 所设计的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意味着什么呢 二战以后 穷国走向发达序列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不超过十个 但是他们的规模都非常小 如果中国十四亿人 进入发达国家的序列 这类世界的意义 简直是不可限量的 英国 那么这个国家 人口七八百万 那么不到千万 它领导世界两百年 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的时候 世界第一的时候 它不超过一个亿 那么中国如果到2035年 进入发达序列 我们有十几亿人 这个概念完全颠覆了 人类关于大国的认知 关于世界政治的认知 我们的成绩又如此巨大 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呢 为什么总是 这不对那不对 受到广泛的指责 印度人 你和他聊一个小时 前五十分钟 印度人会很羡慕中国人 但是到最后五分钟 四分钟 谈到所谓的民主 印度人马上会自高欺扬 他们就是说 中国有民主吗 我们有民主 而印度人心目中的民主 是什么呢 他们实行的民主 就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 所谓的多党竞争 这个理论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 这个观念 这个话语 就是来自于社会科学 什么叫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 包括三个门类 一个政治学 经济学和社会学 那么社会科学 就是对特定国家 特定历史 特定经验的 一种理论化总结 因此社会科学 在本质上 都是地方化知识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 谁做西方银呢 他把地方的知识 全球化 是吧 一之一 就是说 不实行 根据他们的经验 总结的理论 你就是错的 话语权是什么 话语权基于社会科学研究 它形成的理论 形成的观念 那么这个东西 进一步的发展 它就是立国的基本价值 由于我们社会科学 理论研究的落后 我们在很多方面 政治的 经济的 社会的方面 都在用外来的一些标准 就是所谓的话语权 来衡量我们的一切 比如说在政治上 标准是 嫌疾授权 才有合法性 事实上很多发展的国家 都老病人 已经人一票投出来的 程序上的东西 看起来还挺合理 但是事实上 它被发展带来的混乱 字体上的绩效 就是我们共睹 就是惨不忍睹吧 可以说 近40年来 我们采用了大量西方话语 在话语权竞争中 陷入尴尬局面 我们的经济成就 如此之巨大 按照主流经济学 就是西方的说法 你是不是完全的市场化 你是不是完全的私有制 我们有国有制 有国有企业 有政府的指导行李 按照既有的标准 好像中国也做错了 在社会上呢 按照西方的标准 就是强调个人主义 那么强调就是说 没有政府的治理 政府是全能责任 无限责任政府 因此就是按照西方的 治理理论 好像中国也做错了 中国走到今天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理论错了 还是实践错了 我们这么大的成绩 你当然不能说实践错了 应该说 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学时间很短 大概有去100年 第一个30年 就是晚清到民国 这时候中国国门初开 西学东建 在民国的时候 我们说有很多大师 这都是人文的 哲学啊历史啊 但是我们很难讲 民国有社会科学大师 因为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成就的总结 当你这个国家没有地位的时候 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没有地位的 改开放自初 政治学 社会学 和经济学 基本上都是西方的 无论是老自由主义 就古典自由主义 还是新自由主义 在中国市场上 中国思想市场上 场通无阻 我们没有基于社会科学的思想观念 话语权 它是有这样的背景 在经济层面 那么过去30年40年流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主当是什么 就是自由市场 私有产权 就在两个核心的东西 但是这从来不是他们的历史 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 比如说英国 1651年的航海法 航海法是什么 就是国家垄断法 就是我的进出口英国的货物 只能用英国的船只去货运 那么其他的禁运 那么这个东西是保护了 英国的航海利益 也保护了英国的产业 英国直到1840年左右 自己真的成为世界帝国以后 它才倡导所谓的 远程的自由贸易 自由市场 这是我们说 它倡导了和它实行的 至少晚200年 另外一个层面在政治上 就是自由民主 所谓的自由民主 就是多党制 每个人有一票的权利 事实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他们同样来得更晚 比如说 美国 它的建国时间是176年 持有到1964年 人权法案 黑人有限制权 那么再次之前 美国在17世纪 尤其是到19世纪 美国对印第安人 土著人 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呢 今天说的就是种族灭绝 比如说加州 1840年建州以后 到10年以后 印第安人少了80% 所以说在整个美洲 印第安人到今天 只有原来的10%左右 这个种族基本上 就快快灭绝了 因此就是说 我们说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 如果说是自由民主的 印第安人要多余美国白人 在17世纪 18世纪 19世纪 如果没有种族灭绝 让印第安人来宣举 那你说这个中逢是谁啊 是你白人吗 是你林肯吗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和改革开放 一块成长起来的 我刚才说 我爸已经开始上大学 我们接受的东西 都是非常简单的自由主义 是吧 一圈什么是好政府 什么是好的经济 好的政府 就是所谓的代理制 好的经济 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 这些东西根深蒂固 但是 随着我们到世界各地看一看 加上自己的年龄的增长 比如说对历史的理解 对世界经济史的理解 对中国现实的观察 发现现实远比理论更复杂 因此自己也发生了 一些重大转变 前一段时间 我们一帮学者 举办了一个讨论会叫 超越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什么呢 就是刚改革开放 就是西方思想 铺垫盖地引来的时候 那就自由主义那些东西 我这样总结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由思想 而无学术的年代 人们只有思想 靠想象 而不是靠经验 历史研究记忆支撑 靠想象去认证 遗憾的是 很多学者 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 所以一说起来就是启蒙 恰恰是这些学者 需要被启蒙 是吧 新的启蒙 有一个场景 我至今难忘 五个教授一排坐在讲坛上 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自高气昂 大腿敲在二腿上 其中一个教授拿着笔敲到桌子的时候 唯一问 就是说我们赢了 你们输了 应该说是非常羞辱性的 这样的一个挑衅吧 当时听到以后心里不好受 当时也只能忍着接受 出火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是1992年到英国 在伦敦上空的时候看到伦敦一片灯火辉煌 当时就被震撼了 因为当时北京的上空肯定是黑灯下火 虽然没有污染是黑灯下火 就是说那种反差 当时谁做成长 让我对很多很多流行的概念产生了质疑 很多问题就是当社会出现了以后 那么按照过去的说法 经济改革的不错 而政治之后 让我们去动政治 那么这种说法 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美国的套路 也对一个大国来说 你实际上做得那么好 但是你的经营阶级 经营阶层 由于接受外来的观念 你还是认为你错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国家权力很抽象 但是它有什么构成呢 首先它是有经济权力 其次它有军事的 第三它有意识形态的 这些权力互动的结果是政治权力 就叫国家权力 四种国家权力 在四种国家权力当中 简单说来 每一种权力都离不开 意识形态权力 没有化义权 一个国家就可能犯 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苏联为什么在1990年解体 它经济输了吗 没有 它军事比美国弱吗 也没有 什么输了 思想关键输了 它认为苏联这一套都不行的 只能走向美国模式 所以说 1985年上台的格尔布加夫 经济改革搞了两年 搞不下去以后 把自己关在门里面 闭门造车三个月 写了一本书叫 改革一新思维 改革一新思维提出了 所谓的民主化 公开化 透明化 目标就是美国制度 结果接下来两年搞政治改革 按照美国的模式 把总书记制改为总统制 结果两年左右的时间 就把苏共搞垮了 把苏联搞没了 一帮年轻学者 盖达尔等等 圣毕德宝邦这帮人 先后当总理 副总理 财政部长 地腿石油化 国家财政亏空了 没钱了 卖国有企业 从1991年解体 到普京接手 1999年的十年 白白浪费了十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话语权 意识形态权力 听起来很抽象 没有经济权力那么直观 但是它的重要性 一定不亚于经济权力 经济上 比如说 增长得快慢 收入的多少 在一定程度上 它不会影响 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 它更不会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 但是观念一旦被颠覆 它就会出现 政治秩序问题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建构 中国的话语权 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 中国的社会科学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 到社会学 开始转型 转型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过去 接受西方的那些东西 被认为理所当然 2010年左右 一批学者 开始反思 这样行吗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反思 有几个指标性的意义 第一 我们在经济上 我们超过日本 成为number two 第二位 我们越来越自信 第二 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 尤其到2011年以后 阿拉伯之春 结果发生 阿拉伯之春的那些国家 西里亚到今天 还在战争当中 国家四分五裂 伊拉克 恐怖势力不断 那么阿拉伯之春 到变成阿拉伯之东 难民潮 乌阳乌阳地往欧洲跑 这个中国经济 风景这边多好 那么相反 西方国家 事件出现乱了 那么这些大事 就让我们学者 不得不反思 我们过去 习以为常的理论 真的是对吗 建构话语权 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2012年开始 重视这个问题了 十八大以后 比如说2013年 8月19号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讲 要有新概念 新范畜 新表述 三心 到2016年5月17号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 总书记又进一步 明确提出来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 自主心的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但是从哪儿入手 还是要根据 发展道路 发展经验 建立不同的理论 我们刚才说 西方大行其道 那些理论怎么来的 就是对它 自己模式的总结 西方的模式是什么呢 简单说 钱 管权 金钱 比权力更重要 我总结了一下 发展道路是这样 东西方有共同点 但是有分叉点 分叉在哪儿 第一步 近代社会都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一个 必然结果就是社会分化 就是穷富 还有中产阶级 这第二步 第三步 西方是什么呢 根据这个社会分化 它搞多党制 穷人又穷人的党 富人又富人的党 中产阶级 有中产阶级的党 一般就是说 两党多党 但第三步 我们这是共产党领导 分叉就在这儿 分叉以后 结果就不一样 那么多党制 就是党和党之间的竞争 在选举过程当中 谁有钱 谁控制选举 最后的政策 是制定有利于 他们的公共政策 这都是大量的数据研究表明 因此他们事实上 叫寡头政治 有利于富人 有利于少数人的 那么我们这儿是什么呢 党的领导 他的制度是民族集中制 把地方利益整合起来 把部门利益整合起来 因此他最后的结果 以人民为中心 比方说 我们的扶贫 2020年 这个消灭6000万贫困人口 你要知道6000万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欧洲的大国 英国 法国 德国这些国家 就六七千万人 最多是8000万人 事实上 这30年一来 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 减贫率 70%都是由中国做出的 而我们的邻居 另外一个国家 印度 从80年代开始反贫困 但是贫困人口越来越多 4.26亿人 相当于整个南部非洲的人口总和 这是我们说 中国怎么建国自己的话语权 可能还要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上 比较研究当中 找到这个中国发展话语权的切入点 博山提出历史中间论的学者 他后来到中国以后 在中国这样说 他说你们治理的成就那么伟大 你们的理论那么糟糕 他说从来没有见过 治理成就如此之巨大 而理论如此之贫困的国家 他说就是你们 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强 可能会增强你的影响力 比如说中国人爱吃什么 爱看什么电影 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但是这不是话语权 真正的话语权就是说 你有没有理论体系 你有没有概念体系 把你的发展模式 发展经验建构起来 一听就明白 被全场的细维方 你接受 它不会自发产生 需要政府去做 其实美国社会科学战后特别发达 二代以前 其实美国社会科学很贫瘠 从思想沙漠变成思想的积山地 输出国 然后其实也就中央情报局 美国各个政府部门 国务院 他们联合作战 动员的学者 因此美国社会科学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府工程 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工程的建构 那么离开政府的努力 离开政府的支持 是玩不转的 他这几年 他认为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了 谁终结了这个历史终结论 美国模式呢 是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那么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学者有研究 有争论 世界也有争论 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 美国那样的话语权 它是在反思 解构 建构 那么今天 我们正在提出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分工 就是自由市场的分工 这个分工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事实上 很多发展的国家 为什么后来居上 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 为什么后来居上 说道理就是社会主义大协作 打破了以市场建立的分工体系 比如说我们的高铁 为什么能发展 我们的大飞机 为什么能发展 都是很短的时间当中 能发展起来 就是它这个制度体系 本身是弥补了 作为一个发展的国家 它在市场分工当中的不足 但是这些因素 都对我们的建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是不可少的变量 但是很遗憾 就中国自己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写进 经济学教科书当中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能取得政权 为什么社会主义 能在中国行得通 其实中国的古典实现当中 民本思想 它是一层俩来的 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 社会主义的要素 那么认识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有些理论发展 都可以得到新的建构 比方说西方 所以获得话语权 它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民主 二战之前 谈民主的时候 必然是资本主义民主 大家都知道 对知识分子来说 资本主义是个坏东西 因为资本主义导致不平等 剥削 压迫 不平等 对资源的掠夺等等 但是二战以后 资本主义民主 被自换成自由主义民主 我们都知道 自由主义 就讲到个人权利 它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或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个自换以后 自由主义民主 简称自由民主 在世界上大群其道 为什么呢 谁不喜欢自由呢 因此就是说 资本主义民主 这个词招人恨 但是自由主义民主 惹人爱 但是如果我们提民本思想 一民为本 这大概是各国的政治家 学者都喜闻乐见的一个概念 因此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很多好的资源 需要得到发掘 需要得到利用 充分的光大 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中国不是韩国 不是日本 新加坡 中国的体量 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着 中国不应该是 西方理论的实验场 而应该是 社会科学的发源地 就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 来建国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的期望是 赶上中国第二个百年的时候 中国能够完全拥有 自主性话语体系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福建能源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正在说》节目 西方的语论场 现在是不是正在崩溃的边缘 连特朗普都说 CNN这样的媒体 是在撒谎 撒谎 撒谎 这是不是我们 重建我们的话语权的一个 历史性的机遇 过去我们对西方新闻 老实说它公信力强 是吧 但是当我们学术界说 这是假新闻的时候 很多人不信 CNN 您能不信CNN吗 那都是真的 但是特朗普这哥们 说了很多大实话 我们中国应该给特朗普颁奖 我们应该设一个真话奖 颁给特朗普 您觉得讲好中国故事今天 我们媒体做得怎么样 讲故事是一个同俗的说法 因为故事的背后是 知识概念体系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 大概不是说 新闻行业的朋友 说到底还是回到 这个大学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 是不是由自己的概念体系 知识体系 要创造自己的理论 竞争不是在媒体 那个末端的是形式 表现结果 竞争是源头上 好 下面到了我们 观察者提问的阶段 作为一名记者 我们经常参加新闻发布会 有一些外国记者 他提的问题是代赐的 什么我们的国家不民主 还有你们不是市场经济 你们不法治 而我们的新闻发言人 总是要抽一点时间 来澄清或者是解释 面对这样被动的局面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才能够得到改善呢 说到底还是一个 话语权问题 话语权就是判断事物的标准 所以说说到底 还是基于他们经验的概念 理论来套我们 我们自己的落后 没把我们自身的 这个记忆历史文化的 文明的优秀基因 发掘出来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 我们中国很多时候 做对了 可能被说错了 因为中国规模太大 它的实践理性 它的实践智慧 它的探索过程当中 它歪大正着 做对了 但是按照标准答案 所有标准答案 是代引号的 它都是错的 你能说14亿日的中国 走到今天 这么大的成绩还错吗 那到底是书本错了 还是实践错了 那肯定是书本错了 对 好 今天再见 好 下面请清华大学博士生 王蔚来提问 今年王蔚参加了 中宣部学习宣传 新思想的研讨会 好 请您提问 党的十九大以来呢 作为青年宣讲的一份子 我也是有幸能够 走上学校的讲台 走到咱们的这个国家机关 还有是社区街道 农村基层 累计开展了20多场宣讲 与5000多名听众 是做面对面的交流 想请教您如何看待 我们怎么样去发现真问题 讲出真故事 谢谢 在哲学社会科学上 三十多年来 讲故事离不开两个主题 一个是什么制度是好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政策是好的 那么好制度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自由主义民主 好政策 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 就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摆脱这个流行的 标准的研究主题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生活在中国 我们可以讲讲 我们最基层的治理 比如说中国的一个乡 和印度的一个乡进行比较 同样我们还可以讲 我们的比较一下 我们的公务员体制 很多时候我们笼端地说 讲真故事 讲好故事很容易 但是这些故事 要讲得真好 还是需要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那么怎么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大概需要年轻人 一点现实精神 比如说西方在发展 社会科学的时候 他的年轻人 可能到中国 到非洲 长期生活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能需要 我们的年轻人 到印度去 到拉丁美洲去 到非洲去 待一年 甚至两年 如果可能的话 讲故事的方式 思维方式 都完全会不一样 我目前也参与了 清华大学的国情研究工作 我想听听您认为 咱们的这个高校 大学智库 应该如何发挥 引领作用 那么更好的 对咱们的国家话语权建设 产生推动作用 谢谢 我原来担任国家高端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院的副院长 我对智库 有一些思考 智库我简单分成为三个类型 第一个叫思想库 就出思想的 第二个是政策库 怎么办 比如说民生 经济怎么办 第三个叫信息库 大学 毫无疑问 定位就应该作为思想库 它产生概念 产生理论 这些概念理论 根据我的观察 它直接影响了 一个国家的方向 二战以后 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大学智库 叫比较政治学研究委员会 那么这个委员会干嘛呢 它提供了 一个又一个概念 一个又一个的理论 比如说 我们人所周知的中国人 学者都知道的 自由主义民主 来自于这个学术机构 那么同样 我们知道 转型学 所谓的转型学 世界上 东南西北 不管你在哪儿 不管你是什么 制度的国家 最后都要转向美国 所谓的转型学 80年代提出来的 也是这个 比较政治委员会 所以说 他们提出的理论 所谓范式概念 最后变成 美国对外政策的 一个基本工具 或者做指导的方向 所以说 大学的长处 在于出知识 就是说出思想 那么可能政府部门的 智库 更多出政策 好 谢谢您 说到话语权的短缺 还有薄弱 我们既不能一味地 舶来主义 当然也不能 凭空易造 而是应该 首先缴到 思想源泉 比如说 我们今天提出的 新时代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它和我们古代的 这种协和万邦 还有和而不同的 哲学思想 是一脉相承的 您认为 我们在进行理论和话语创新时 应该从哪里去寻找 我们的思想源泉呢 谢谢 我刚才讲到 四个方面很重要 是吧 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的古典思想 国际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 还有对现实问题的发现能力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大型文明 能够连续存在的 超过几千年的大型文明 就中国一家 因为其他文明都中断了 或者灭亡了 我们从来不把中国文明 叫古中国文明 因为中国从这个殷商 有文字的记载 到现在它是连续性的 这个连续性 就是我们的血脉思维方式 影响很重 比方说 新中国一来 毛泽东时期 叫和平共处 无相原则 对外是和 邓亚平时期 叫和平与发展 今天我们叫 和的最高境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 它就是以和谐 民本 共商 共建 共享 核心就是和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经写进联合国的 几个机构的章程当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同的 是美国人提出来的 自由世界秩序 自由听起来很好听 但自由主义的背后 其实就是帝国主义 强权政治 因此就是说 你看美国所做的事 对中东就且不说了 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和伊朗 前列的一和协定 但是美国说退出来 就退出来 就是说 它的行为很霸道 那么相反 中国呢 自古以来 就是秉承天下为公 和而不同 就这样的角色 到今天 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说 这个例子 这个概念 告诉我们 中国发展 这些社会科学 我们的话语权 中国的很多 古典思想 传统资源 真的是值得我们重视 好好发掘 好吗 好 谢谢你 我是从事 这个中方企业的 海外的业务 绝大多数的 这些发展中国家 对我国的 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 是非常认可的 但是我也听到过 有一些西方的媒体 也在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在做一些价值输出 是在做一些 经济的一些输出 您是怎么来看待 这个问题的 总是会把一件好事 往坏里说 其实 要同情地理解他们 我们讲到过 500年 具体来说300年 世界是他们的 欧美白人的 但是今天 非西方的国家 比如说 一个一个起来了 韩国 日本 但是当他们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体量非常小 他们能够接纳 一点不会改变秩序 不会冲击他们的利益 但是当中国起来的时候 1995年 亨廷那些个文明的冲突 他说三大文明 基督教文明 伊斯兰文明 儒家文明 这具有冲突性的是 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但是伊斯兰文明并不可怕 因为它没有核心国家 没有大国 去对抗美国 这具有威胁性的 就是中国 中国才是美国的 真正的对手和威胁 所以说 当时亨廷那些说 如果中国经济 在持续20年 如果中国的体制 在稳定20年 那么中国将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竞争对手 亨廷那些担心 都变成现实 因此就是说 中国的崛起 正在改变着 他们习以为常的秩序 因此他们的不满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扣帽子 包括新知名主义 债务陷阱 新帝国主义等等等等 曾经是非西方国家 扣在西方国家 头上的帽子 现在戴给中国 这都是就是说 一个心理的调适期 不适应 好 谢谢杨教授 西方有一句话 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人的 亨廷顿看儒家文明 也是用他的 思维逻辑 来看待中国 是 儒家文明是 刚才您说 以核为主的文明 是一个修建长城的文明 而不是一个侵略性的文明 所以我们确实 要讲好中国故事 把我们这个核的文明 讲到全世界去 让他们理解 欢迎回到福建能源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正在说节目 话语权问题 在今天的世界 已经成为东西方 争夺的一个战略高地 我不知道杨教授 是不是这样看 我同意 其实从二战以后 战争的形态 一定发生变化 传统的战争 是争夺资源 矿山 领土 天空 二战以后 是争夺什么 人才 人才在哪呢 大佬 你在思维方式 这是战争的主要目标 对 所以 目前占据着 话语权的这股力量 他们非常厉害 就像杨教授刚才说的那样 他们可以把 白的说成是黑的 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把成功的 美好的 说成是失败的 邪恶的 而把一些 邪恶的 失败的 却说成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要夺回 这个话语权 感谢您 好 谢谢 但是 光光一个杨教授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 大家的共同努力 所以也管谢 现场的观众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